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呃一元高次方程式的铁 那其实我们之前学了呃就是上一个小节学了这个综合出法 我们的综合出法呢是这个多项式呢 后面没有等于零了 如果他等于零的话 那你就因此分解了过后 这一个这一项等于零这一项等于这项等于零 基本上我们就找到他的结了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前面的呃前面的那个因此分解分解完过后 再延伸多两步就算算到你的答案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再继续延伸两步罢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 就如果我们的题目是x立方加3x平方减4x减12等于零 所以我们前面学过了怎样去因此分解吗 对不对分解成这样子了之后 因为他有等于零 所以变成了我们讲x减2等于零的话 那我的x就等于2x加2等于零的话 我的x就等于负2x加3等于零的话 x就等于负3就延伸多这两步罢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好解了耶 恭喜恭喜 所以基本上呢整个因此分解 我们为什么要教你们 因为为了要解放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因此分解了 然后呢再继续延伸下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例题哈 今天这一题啊 我们也是一样做这个因此分解 做完了之后 x等于1 x等于负2 那这个怎么办 前面我们就讲方着 那但是这一边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找 呃我们没有什么的意思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整数的因此分解 但是我们如果他是还有十数解的话 我们可以套公司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继续套公司来解的 啊我们就可以用负B 正负呃 根号B平方减4AC除以2A 然后呃因为他算到是根号8 8是2根号2 2就可以越减就会得到呃负1加根号2 还有负1加根号2 所以这里一共呢有四个解 1234 啊这里有两个 给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 x四四方就会有四个解 x三四方就有三个解 x两四方就有两个解 啊即使你讲说如果 哎老师如果他是呃 非时数怎么办 如果是非时数啊 你会看到他是剩下那个x平方的 然后然后那里可能讲说没有时数 五十根 但是如果你高三 里克班高三的话 他会告诉你那里其实也是会有两个解 只是说那两个是叫负数解 啊就会有继续的还有可以解下去的啊 会有两多两个解啊 只是说不是十根而已 ok so一般来讲四四方就会是个解 三四方就有三个解啊 如果如果是没有十根这样呃 呃我们那那边呢其实是呃不是十根啊不过也是会有解啊啊 anyway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 呃一样的做法你可以看到我 我们不细讲了啊 因为之前的这个因事分解大家都做到不错了 我相信应该就会了 所以这一边我们进行因事分解过后得出来的答案啊 原本就讲说x平方加x加1呢这个没有办法猜嘛对不对啊之前就没有办法猜我们就这样子放着 但是如果这一边等于零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他判别是是不是呃小于零 这一题是判别是小于零就无十根我们就不用做 像刚才那一题的话呢 b平方减4c是大于零的话呢我们就要继续做啊就套那个公式继续做 ok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种情形四四方扣掉这两个他就会剩下只有两个十根啊啊就会有两个十根啊啊就会有两个十根 ok那还有这一题的话也是一样这一题呢他把x平方当做是y的话哦他可以做交叉成的因事分解那他就会有y等于4还有y等于9过后呢再把x平方套进来呢x平方等于4x就会等于正负2x平方等于9x就会等于正负3那他就可以做成x 正负2跟正负3总共四个解 嗯 那这种情形来讲呢就是说他是用了一个换源法啊来把那整个方程式呢变成了二次方 然后呢只是用二次方的一个手法去解基本上呢如果这一种情形呢出初中哦 甚至初中的老师呢都有时候呢会考下初中的学生啊因为这一边呢只是用了一个呃二次方的一个手法啊去解的ok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简化的一个做法啦 那有时候呢高中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的换源像是这一边x平方减x 这里有平方x平方减x啊这里是减4这里是减12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把x平方减x设成y的话我们就会有y平方减4y减12那就会有二次方 对一元二次那这个一元二次又可以因此分解成y减6 y加2哦也就是说y就等于2y等于2那我再把这个x平方减x呢给带进来做x平方减x得到6x平方减x减6就会得到0 再因此分解就x减3x加2等于0x就等于3或者x等于2ok那这一边也是一样我把x平方减x给带进来啊 x平方减x加拉过来就加2但是这一边呢你去算他的b平方减4ac呢他会得到负值那这一边判别是得到负值的话呢我就没有十十数捷那这个就不需要做下去 ok啊那答案了就只有3跟2了可以啊不会太难啊 ok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题啊这一题哈就如果是等于0我们就很开心了哦x等于1x等于3x等于5x等于7搞定收工但是如果他是-15怎么办 没有办法啊一般的做法呢我们就展开完他这个拉过来然后呢就继续做但是这一边呢他做了一个trick 什么trick呢他把这两个相乘这两个相乘不要展开完他只是展开这两项跟这两项过后有什么好处呢他发现到 A这边是x平方减8x这个也是x平方减8x所以我可以把x平方减8x换成了y之后我整个的展开就会更简单 当然今天你讲说老师我不要换x平方减8x等于y我换x平方减8x加7等于y可以吗这样这里就会得到y这个就会得到y加8也可以 啊也可以啊所以整个看你怎样是啊主要这一边的概念就是说我的前面x平方 呃加某x他的两边会一样那他就可以做这个换源啊来简化整个步骤你展开完了整个变成了八次方然后呢又在做综合书法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也是可以这边只是说我们用了一个呃 另类一点的一个展开方式啊来把它简化一下ok 所以这边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 y加7y加15展开得到这个啊把它两个枪加得到120然后呢又可以展开变成10跟12所以 y加10等于0y加12等于0再把这个套回进来就会得到x平方加 减8x加10等于0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丢过去了啊因为这一边直接可以套回来就得到这项了啊这一步呢直接套进来呢就可以得到 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来讲呢没办法因是分解就唯有用套公式啊套公式负逼正负呃根号b平方减4x除以2a这个公式要备手啊啊高中一直要用到 只要因此分解不了我们就用公式法一般来讲我们就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呃因此分解那个是有整数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套公式基本上是这两个方式哎我不是打喷嚏我的客户还没好哎呀很可怜啊哎这个可费到到现在还是一直会有啊啊OK 说另外的这个的话呢能够用因此分解我们尽可能用因此分解了哎然后呢不能够用之就直接套公司了虽然我讲说高中配方法很重要但是配方法呢是用在其他方面的对吧 啊就找最低点啊等等那个做法啊都这边呢OK啊可以啊我们讲很快啊OK 所以没办法拉到到现在呢就到我做了啊我做就慢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随堂练习的部分 OKOKOK来看看这一题一定好像没有什么trick和言对吧这个好像就是中规中矩的去把它做因是呃这个综合处法来因此分解啊我看到三次方我就很开心了因为我可以偷按计算机我来看一下按计算机的结果是如何哎 哎 以下不好意思 OK啊来看一下计算机的结果 哎这是什么了 不管他我们在按道理设 Equation 3 3Degrees 然后我的X4A是4 这X平方向是0啊这里记得也要补零 然后还有-10 -13 还有一个6 啊东西是6 所以 我们有一个节 2X -3我们偷写一下2X-3应该是的了 然后另外一个写的是什么 另外一个 是X加2 还有一个呢是 2X-1 OK 所以我相信呢应该是2X-1 还有一个是X加2 X加2 应该是吧 减减加次是OK 所以我们来 这样我怎样做到这个呢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按计算机的啊 所以我们要偷偷加加的又在这里写一下 综合书法 哦4加0 4加0 减13 加6 OK加6 然后我做的综合组法 我可能讲我先做-2吧 -2比较容易 4乘 2等于-8 加0等于-8 -8乘 2等于16 加起来等于 正3 正常乘 2等于-6 就会得到0 过后呢没办法我就要一定要用二分之一了 所以4乘二分之一等于2 加起来等于-6 乘二分之一就会等于-3 就会得到0 过后记得要除以2 就会得到2跟-3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x- x 加2 还有 2x-1 2x-1 还有一个是2x-3 啊 最后呢 当然我又再把它换成答案了就是二分之三 或者这个二分之一 或者这个是负二了好我做 跳快一点了啊 就是得到这三个解了 OK 就当然计算机是直接给你这个你自己要倒转站回去 上多一步 不然的话呢假装不了 是不是按计算机的 OK 再来看一下第12题 给第2题是 啊第2题好像有 有一些简化的方法吧 门 有我的电脑也是有点卡了 太久没有关电脑了 OK我要看一下36x4字方 减13x平方 加1等于0 我如果把y设成了x平方 我就有36y平方减13y加1 这个因此生解得了吗 9436 那9436 9 9加4又是等于负 9加4等于13 所以是9y减1 4y减1 所以我们就会有y是等于九分之一 或者y是等于四分之一 那我再把x平方给放进来的话 我就是说我要开平方根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这一边呢应该可以算到x等于正负三分之一 或者 x 或者x等于正负二分之 给九分之一开根号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开根号二分之一 完成 OK第3题的话呢 第3题好像也是没有什么trick吧 啊第3题好像也是没有什么换原法了 啊所以这个也是中规中矩的去按计算机 啊按计算机得出来 OK so 按一下哈 所以我们的a是1 而b是5 而c是负二 而b是负二分之二十四负二十四 所以我们有x等于 当你可以把 按计算机就不中规中 这就是说这个 比较说 他的做法就跟之前一样的意思了 我们先把答案解出来 x等于2 OK 或者另外一个是x等于负四 负四 然后还有一个一个是 呃 x负三 对吧 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不过呢我们要假装一下 上一步应该是x-2 x加4 还有一个x加3对吧 所以这个怎样得来我们又假装一下呢 做综合出发 1加5 减2 减24 首先第一步呢 我选用2 选用2 1乘2得到2 两个相加得到7 7乘2等于14 两个相加等于12 12乘2等于24 所以就得到0 过后呢我们可以try一个-3 因为比较小 1乘3得到-3 两个相加得到4 4乘3等于-12 所以又得到0 所以我们有x-2 x加3 还有x加4 搞定 OK 所以 单题就这样子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题有什么样的高超的一个做法 x-2的四字方 减去10乘x-2的平方 再加上9 等于0 所以这里 应该不难看出来 我只需要把y 4乘x-2的平方 我们就有y平方-10 y加9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应是分解 变成9-x y-9 y-1 这个交叉成就会得到-10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y就会是等于9 或者 y就会是等于1 那我们就有x-2的完全平方 对不对 等于9 x-2的完全平方等于1 那我们开平方根 就会得到正负3的对吧 这里开平方根 我们就有正负1 所以我们的x 就会是等于正负3加2 x就会是等于正负1加2 所以当然我们要算一算 这样子也好像不是很美 3加2 正3加2等于5 负3加2等于负1 正1加 2等于3 负1加2等于正1 给 所以总共有四个解 你可以顺序排还是怎样了 总之是 负1 1 3 5 这四个解 OK 没有问题啊 好 就到你们来做了 ?". 谢谢大家